那么我们注意到就在这场非常重大的峰会举办的同时 美国国务院里面也传出了一些人事变动的消息 那么大家所熟悉的国务院发言人莎琪 据说要转任白宫了 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是 国务院的现任发言人莎琪 他预计4月1号来重返白宫 这不是愚人节的笑话 是真实的事情 来担任主管对外沟通事务的主任 之前他曾经担任副主任 也是当年奥巴马竞选总统阵营的发言人 那么星期四的例行简报一开始 记者就恭喜莎琪升官 因为到了白宫比在国务院和外交事务记者周旋要有趣的多 记者还开玩笑的说 全球的粉丝都会想念他 那么莎琪满脸笑容的说 希望未来几个星期记者会对他好一些 而目前担任白宫对外沟通事务的主任 珍妮弗·帕尔米耶将协助希拉里·克林顿参选总统 郁文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荣湘 从国务院为我们发来的一些最新报道